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保卫战 亲爱的观众朋友 打开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 我们会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开通直播 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 如果你们想连麦他们的话 可以私信我们 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 他们是情感导师余伯红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周晓鹏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曲薇老师 欢迎 情感导师沙娜老师 欢迎 接下来的时间 就来了解一下 我们的情感导师是如何帮助嘉宾朋友们 走出情感困惑的吧 认识一下这对嘉宾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虽然他有很多小毛病 但是我还是很依赖他的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为此做了很多准备 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支持我 现在他又离开我 我不知道以后没有他的生活应该怎么办 但是他不但不支持我 反而总是因为这件事情和我闹矛盾 我真的很想不通 我不想他离开我 想每天还能见到他 每天都能在一起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曹 21岁 来自山东学生 有请 小徐 21岁 来自山东学生 有请小徐 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多久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是校友吗 是 谁追的谁啊 他追的我 对 我追着他 笑得那么幸福的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因为当时我在学校里面 弄了一个小摊 卖冰粉 然后我就在群里就喊一个人 然后让他过来给我帮忙 他就过来了 我们俩因为这个认识 一见钟情 谁钟情谁啊 我中前他 后来呢 后来就把他追到手了 用了多长时间追到手的 用了一个星期 听起来很甜蜜啊 这也算缘分在你心里 是不是觉得 行 这么好的缘分 到今天为什么而来呢 主要是因为 我感觉他最近 有点无理取闹 然后各种撒娇 撒娇不是挺对的吗 谈恋爱女生 女生还不能撒个娇啊 但是他这个撒娇就是 很难让我去接受 比较的过分 说一件事情就是 之前我们两个人开车 从烟太然后回我家 开了五六个小时 特别的累 然后他就去拉着我 去做美甲 刚好我有一对朋友 他们也是情侣 他们也要去做 我那个朋友 他就帮他女朋友 去挑选各种各样款式的 我因为太累了 然后就趴那儿睡着了 我醒来之后就已经做完了 然后他就埋怨我 为什么人家男朋友 可以去帮他选择各种款式 我就睡觉了 对 就是做美甲 他要一到两小时 然后人家男朋友也没有睡觉 一直给女生 又是递水果又是喂水 还给女生调出电视剧 给他举着卡 就你在那儿睡觉 那个男生也是 跟你们一起回来的 对 他们也是烟台的 也是开车回去的 他们是坐车 然后全程都是我来开的 你是司机 对 他们是乘客 对 对 不心疼他吗 当时也心疼他 但是那人家都能做成那样 为什么你不能做成那样呢 但是我很累啊 但是你就不能帮我 选一个美甲吗 我当时问他 你能不能帮 在这两个美甲中 给我选出一个 哪个好看 但是他说你随便 然后我就感觉很敷衍 我这是很相信你的审美 然后我要保存精力 那待会儿还要去喝奶茶 逛街 看电影 这不都得耗费精力吗 然后他说随便之后 就睡着了 这个 这个算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就是小姑娘娇称一下 我觉得挺好 还有啥事儿 你觉得不舒服 矫情呢 还有一件和这个差不多 也是我这两个朋友 你这俩朋友是要弄死你 你知道吗 你这俩朋友怎么了 我们就一块儿去滑雪去 他就嫌我不帮他拿滑雪的 那个雪剧 跑过去去教那对情侣 该怎么样滑雪 他觉得我冷落他了 他就是 当时人家那个男生 就给那个女生 又是穿鞋 又是拿工具 然后我呢 我一个人穿鞋 一个人拿工具 那一对情侣也不会滑 他去教人家 他不教我 我那个朋友 不能丢了自己的脸面 不能自己不会滑雪吧 然后我就先去教他 然后他再去教他女朋友 然后我就想到 等会儿再教他 没想到他就因为这个 和我生气了 但是人家那个女生 他不会滑 那个男生一直牵着人家的手 摔倒也有人扶 然后就他呢 他一直跟着人家小情侣在那儿 也不看我 也不教我 那我倒了 也没有人给我扶啊 好好好 这个充分说明电灯炮是不能要的 谈恋爱就谈恋爱 稍微有个什么电灯炮 哪怕微光都不行 还有 我每次生气他都不吼我 就只想听他跟我讲那些大道理 我就想听 对不起啊 我错了 原谅我吧 他就跟我讲 这件事我怎么怎么做 这件事你应该怎么怎么做 这件事就是你错了 可我不想听那些 我就想听你道歉 关键是 我认为咱俩要走很久很久很久 我并不只是谈恋爱 你如果说谈恋爱 我哄哄你啊 好 宝贝别生气了 然后就完了 那下次你还会发 那再下次就成一个死循环了 咱俩最后肯定走不到一块 我跟你讲道理 把这件事情疏通了 是为了咱俩的以后 并不是单纯为了我自己 可是我在气头上 他说你给我讲 根本听不进去 你必须哄我啊 把我哄 哄得没有气了 你再跟我讲大道理 我才能听进去 你说最近他才这样 你有没有分析过什么原因 查找过原因吗 小子 我感觉他这样无力取闹 就是不想让我当兵去 因为我明年 然后准备九月份去参军 他这样无力取闹 我感觉他不太想我去 因为我从小就对这个 部队生活挺向往的 家里有当兵的 对 我家里有亲戚去当兵的 然后我小时候 也特别喜欢看亮剑啊 我是特等兵之类的 这样军侣题材的电视剧 所以你说一个好的文艺作品 对孩子们影响是多么的好 很积极 然后呢 然后我就每天都坚持锻炼 然后俯卧撑 跑步 然后我还去做了这个 近视矫正手术 这是真做好准备了 对 头笔从容是吧 对 这挺好的 我就是舍不得他 因为我朋友 他的男朋友也是一个当兵的 然后他们也是好一年多了嘛 然后那个男生 一个周才能联系女生一次 然后就能打十分钟的电话 嗯 这个女生呢 每天就会把自己的日常 一条一条给这个男生发过去 发一个周能发好多好多条 但是那个男生他看不了几眼 他时间短嘛 然后打电话聊几句 一会儿就挂了 我受不了他这样 他如果去了那儿 他一天 他一个周才能联系一次 我受不了 他消息必须要秒回我 而且他 我感觉他不太适合当兵 他 对对对 你说说 你说说 他怎么不适合当兵 他有些毛病啊 比如说他有起床器 很赖床 这个部队特别好治 起床号一想就得起床 回来你一吹号他就起来了 还有呢 就是他很匠 他有什么意见 他都不听我的 他就一直听他自己的 就比如说 我们之前有去旅游 我明记得你走那条路 是正确的 他偏拉我去相反那条路走 我就降不过他 我就只能跟着他走了 就去了那边呢 就走错了 他就道歉 说下次不会 但是下次还是这样 那他去了部队 他能和他上级降吗 上级说的就是命令 对对对 等他当兵回来 就把你当上级了 就没事了对吧 到了部队学会看罗盘 也不会走错了 这不是都是好事吗 姑娘 我不想他走 他走了之后 无法想象那个场景 他走之后我就要一个人 然后我们一年多 整天都腻在一起 吃饭也在一起 上学也在一起 他接我上放学 他突然走了呢 他没有人接我上放学了 也没有人和我一起吃饭了 那也没有人给我送好吃的水果 不给我包水果 也没有人给我买好吃的 呀呀呀 再说下去就是你活不了呗 而且你已经不小了 你又不是五六岁的小孩 这些事情非要我带着你去干吗 没有我你吃不了饭 没有我你下不了课吗 对 必须需要你 你必须陪着我 我总有不在的时候吧 你要学会自己去适应一下 你不在我就要给你打电话 你必须要来 你已经不是一个小孩了 这些好多事情 你都要自己去选择解决 那你在我就要做小孩子 我是男朋友 不是你找了一个父亲 去照顾你所有的日常点点滴滴 那你要宠着我呀 你不能离开我 你要陪着我 我认为咱俩恋爱 没有单方面的付出 但是我也给你自己的时间啊 你又可以有别的时间 可以干自己的兴趣爱好 自己的时间 自己的时间就说 你给我发这么一大条信息啊 然后我需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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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的回给你啊 那是我的日常 你要点评一下 看我的日常 我开不开心啊 我不开心你要哄我 我开心的话 你和我一起开心 这么多的事情 你让我怎么去回 而且你日常发生的 我已经知道了 我感觉没有很能激起来 我心里安慰你的那个点 但是你就非得去让我安慰你 到明天九月份的是吧 嗯 对啊 那还早 那还早 有充分的准备 我想通过这一年的时间 去加固一下 我们的感情基础 哎 这挺好啊 这不是挺好吗 小伙子想的 他现在也挺好 他走了呢 不是 你给我明确一下 你是不放心他走 觉得他要走了 你们的恋爱就结束了 还是说他走了之后 因为你是一个 不能独立生活 无法自立的女生 所以会有别的男生 来照顾你 你就丢掉他了 你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了他走 没有人照顾我 我不想他走 我只是想他照顾我 我也不想别人 你已经不晓了 这些事情 你难道说 这个冷热水你都分不清 你没有这么小孩吧 那我感冒怎么办 感冒了你不会吃药吗 那没有人给我买药 你没有腿不会去买啊 我不知道药店在哪儿 没有导航 导航也会走错 问路会不会 不会 说话会不会 不会 你不带什么都不会 哈哈哈哈 赖上了是吧 你是打算嫁给他吗姑娘 嗯 非他不嫁吗 对 但是你既然想嫁给我 那我也要对咱俩以后 有个保障呀 然后我退伍回来 去完成咱俩的梦想 去开一个奶茶店 我当老板 你当老板娘 这样不好吗 那你平常找个班上 上两年也差不多 可以开一家奶茶店 但是去参军是我的梦想啊 是我从小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是你就不能陪着我了 你就不能满足一下 我这个梦想吗 你的梦想没有我重要 你的梦想是什么 就是想嫁给他 对你的梦想就是想嫁给他 嗯 那我们就想办法 不让你这梦想实现 可以吗 你不会觉得我们这些人 很残忍吗 会有点 那你不觉得你把他的梦想 给他戳破了 你很残忍吗 是 是 是哈 这你女朋友以前就这样吧 她原来还没有表现得这么明显 哦 自从你说过要当兵之后 就这么明显了 对 也可能是我自己的这个感觉 然后感觉就比较明显了 哎呀 要如果 她就是不让你走 你走还是不走 我会选择走的 因为无论是 对于我们俩的以后来说 各种保障来说 再加上对于我童年的梦想 然后 还有 每一天的锻炼 然后做的这些准备 要不然就全都白费了 所以对你来说 没有人可以阻挡 你步入军营的梦想 是吧 对 OK 听懂了吗 咋办 你就不能为了我留下来吗 唉 这个问题可以问我回答 来这儿了就不烦劳你回答了 交给四位老师去回答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博红兄 你就不能为我留下来吗 对啊 这个问题问得好 首先我可以断言 这个女生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女生 但我问一下女生一个问题 离开了这个男人 你就不能活了吗 因为你今天的行为明显就是撒娇 很可爱 但有点过度 我非常赞赏 一个好男儿的好志向 因为这是她从小的梦想 另外 您说的对 到了军营以后 会暂时的没有了 亲亲我我 花钱月下 但我告诉你 这是值得的 为什么 你说她身上不是有很多病吧 她刚才您说的所有的病 在军营里能治 她回到你身边的时候 天翻地覆 我可以断言 你就听大叔一次 如果两年以后 她回来不像一个男子汉 铁骨铮铮 你找我算赞 我陪你 好不好 我以为说 你就听大叔一次 他一定会娶你 吓了我一跳 来来来 小鹏老师 女孩 我跟你讲 现在很多女生都撒娇 这个女生撒娇撒得好吧 一定会让爱情更甜蜜 但如果这个娇撒得不好吧 就变成撒坡了 我们都说谈恋爱 是两个独立的年轻人在谈恋爱 最后独立地走向老去 一定是独立的 那独立的人 一定是要能够做自己必须得做的事情 如果你的配偶不在你身边 那可能你生病就得自己买药 即便他现在不去当兵 他未来总会有出差的时候 总会他也有生病的时候 他也有需要你照顾的时候 你不能说我不会 所以你必须要做到 同样还有独立的人有一点 越是相爱 越是要给对方留空间 因为你越紧密 对方的感觉就是越窒息 同样相信 如果你的男朋友 天天这样黏着你 24小时 他也给你撒娇啊 我不要 我买不了药 我不要 我自己吃不了饭 我也不要 我不要你离开 那他天天这么给你做 你也会死掉的 所以女孩你想想 如果你真的爱他 你一定要尊重他想要做的选择 当你越尊重他的时候 他越远也给你在一起 因为他觉得你是对他最好的人啊 你对他最好他还不选你 他难道要选别人吗 所以好好地去相处你们的关系吧 要当兵好好当兵 然后女孩 你也好好学做一个君嫂 我身边有好多君嫂 我的好朋友是君嫂 我们公司有好几个同事 都是君嫂 我会发现他们身上有更欣赏 更能够让家庭变得更好的美 他们的家会更稳定 比你想象的还要完美 所以希望你们能变好 希望你们的婚姻 能够未来走到了 你们就算给人就祝福了是吧 就婚姻都要走到了 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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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来来来 曲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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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态 什么时候才能走进婚姻啊 婚姻是成人的事 恋爱同样也是 你觉得撒娇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不能吧 对 你现在就在试图用撒娇 来挽住男朋友的脚步 你们相处当中一定有很多的问题 只不过都在用你的撒娇啊 给他演示过去 为什么他总是试图在给你讲道理呢 为什么他又会对你说 你为什么老无理取闹呢 就是因为你们之间已经有问题 而你担心的是这种问题 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 那我们要异地的话 他一定会离我越来越远 你现在是一种无力的挣扎 适当的撒娇 是让人觉得你更可爱 但是你从始至终 在我看来有点害怕了 因为你明明不是那样的 你在装 装得若小 对方就会感觉 为什么要这样 很不舒服的 所以 坦坦荡荡地面对男朋友未来的发展 脚踏实地地 把你们之间的感情 一点一点地加深 而不要只看形式 只看一种表象的东西 这个男人是否离开你 两三年就会真的不再爱你了吗 如果是 你们现在之间的感情 就不是爱情 明白吗 就这样 谢谢曲总 珊娜老师 我就想问你一下 你认识他之前不吃饭不喝水不买药 不美甲吗 不是吧 这也不是你谈的第一个男朋友吧 不是 对吧 所以有那么夸张吗 他走了你就不吃饭不喝水了 没人接你上下学了 所以你这就是无理取闹 就在干嘛呀 在表现自己的掌控欲 你是真的不想让他去当兵吗 你只是想让他听你的而已 因为从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一直都听你的 一直宠着你 把你宠成了梅贝尔的小公主 到现在他突然给你提出 我有自己的梦想 要去完成梦想的时候 你就在想 哎不行 这事也得听我的 我同意让你去你才能去 我不同意让你去你就不能去 这说到底是什么呀 掌控欲 自私 在这段感情当中 他一直在为你付出 你付出什么了 你一直在享受着他对你的付出 你口口声声说 男生就是应该宠着你 我告诉你 这世界上除了你爹妈 会一辈子宠着你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一直宠着你 他总有一天会受不了 你的这种无理取闹 还有你的这种作 还有你所谓的撒娇 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是撒娇 什么我人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嫁给你呀 你的人生当中只有爱情吗 你爸妈听到这话得哭死 把你养的这么大 养的这么漂亮 最后你的梦想就是嫁给一个男人 让你上这么多学 读这么多书干嘛呀 你以为你现在 对他的掌控 是在体现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占有主动权吗 不是 恰恰体现你没有自信 你的自卑 恰恰体现了这个男生的优秀 他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 而你没有 姑娘我们只能把爱情 当做人生当中的一环 它绝对不能成为你整个人生 否则当你把整个人生 都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 你的人生就完蛋了 对 记住了吗 谢谢 谢谢沙南老师 我知道你陷入了两个圈套里面 第一个圈套其实很简单 舍不得嘛 舍不得每个人都会有嘛 是舍不得吧 嗯 想想你那个朋友那种相思之苦 你怕你自己受不了 对吧 第二个圈套不是 他一贯的思维习惯吗 不就是比照吗 他只是说他去当兵 他没说他不要你或者不爱你 对吧 所以不要这么去比 这个比没有意义 他拿我和当兵 梦想和我哪个重要 做了一个假设 所以他才会这么较劲嘛 对不对 嗯 那首诗你现在读起来就对了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那个自由现在看来 其实就是一种信仰 一种梦想 所以要给他自由啊 给他梦想 我还真提醒你呢 这是优秀的 你这么一比你不行了 你配不上人家了 你得按小彭老师说的那种 女人要求自己 这边能工作 那边能持家 有方式解决自己的思念 又知道丈夫回来的时候 怎么有浓情蜜意 这还真是你要成长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 他当兵以后 对他的成长来说 是一个特别大的促进 别太自私了 这个关系里面 我不想说什么 因为我挺喜欢他们俩的 就男生有个男生的样 女生有个女生的样 反正我就享受恋爱 我就撒娇 我就对你好 我理解啊 这谈恋爱原本 不就该这个样子吗 如果一个男生说我要去当兵 女生一句话都不说 就特别开心地说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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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像也不是爱吧 他一定是流着泪 然后说那你去 我等你回来 对吧 这才对吧 这是一个正常的路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年轻人 而且到这个岁数的时候 就应该这样嘛 我好好实现你自己的梦想 好好在他实现 他梦想的过程当中 你变得更成熟更优秀 我觉得挺好的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还是就是太不舍得你了 然后我可能有一点作吧 就是想让你留下来陪着我 你如果支持我去完成我的梦想的话 我想我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 我会用我的权力去维护一下咱俩的感情 然后把底肌打好 等我退伍复原回来 我就带你走进婚姻殿堂 我可以回去把我一些不好的缺点改一下 都为你着想一下 关心你 我可能太自私了 但我不希望你走 哪一段恋人不希望长相厮守耳病思磨呢 正是因为人类有这么朴素的情感在 所以那些愿意为别人付出 而牺牲掉自己的耳病思磨的人 我们才说他们是伟大的 才是值得我们向他们致敬的人 而那个愿意陪伴在这样人身边的人 同样是我们值得致敬的 我们致敬他们获得更美的生活 获得更美的爱情 姑娘 回去吧 你要真舍不得你也可以不出来 我们不强迫你一定要出来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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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通过金银APP 天津爱TV 网络电视 外打手机扣端 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期 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请您登陆抖音搜索爱情保卫站的官方直播间 并添加关注我们的情感导师 每天晚上八点到十点 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 如果你们想连麦他们的话 可以私信我们 来 看看这对年轻的小恋人 做何选择 请开门 快快快快 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其实我也知道 你不是不想我去 就是 不是很舍得 然后 其实我也内心很担心 我走了这两年 你应该怎么照照顾自己 其实我那么多 就是想让你留下来 我平时 也没有 太太是那样子的样子 我就想 离不开你 请亮灯啊 祝你们幸福 请回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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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小伙子日午顺利 希望他们的爱情甜蜜 啊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 我们当初结婚就很坎坎 本想着婚后日子安稳幸福 但是却遇到了很多问题 我觉得她在处理自己家里的事情的时候 非常的没有判断力 什么事都要揽过来 我也是心疼她 我妈妈 我妈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我必须无条件地照顾她一辈子 我希望她能够理解我 不光这些事 我们的孩子还有很多事情要管 她还说我处处跟她作对 我希望教育孩子是两个人有伤有良 而不是天天跟我唱反调 有请地队夫妻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三十九岁 来自四川外情主管 女嘉宾薛女士四十一岁 来自四川职员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结婚多少年啊 就这两天就满十二周年了 我们恋爱长跑就达到七年 七年后才结得婚 就十九年呗 对 那就彼此太了解了是吧 咱们今天从哪开始说呀 本来我们两个人感情都挺好的 就是毕竟相处那么久才结得婚 对吧 都比较整形对方 但是现在从生活中呢 有很多琐事方面 我们两个很多就产生了矛盾 我对小孩子的教育方面 产生了矛盾 他对我方面也有不满之处 他总是认为 我比较顾娘家嘛 我是十二岁的时候 我爸爸是工商去世了 我妈妈一个人都带我哥哥 我们两个上发 他也一直没有改家 那时候他还很年轻 很多人也给他介绍 他也不愿意 他认为要带着我哥哥 我们两个如果 如果在家人的话 会对我们不好 所以他辅助了前半生 我就想到后半生 我一定要对他很好 怎么他那么久才结婚的呢 主要是因为他妈妈去世了早 他爸爸接着又 给他娶了后妈 对他也不是很好 我这边呢 我妈也是也很辛苦 带着我们长大 他也想过嫁一个好的家庭 他就一直反对我们两个在一起 又想到他这个家庭很复杂 可能以后我会过得很累 所以一直也反对 我也没得到他的祝福 但是我感觉他这个人挺好的 从多方面吧 最起码他也挺快 人也好 人品也好 所以我认定了 穷一点也没什么 家庭情况也不是问题 所以我们两个就是自己存钱 自己办婚礼 简单地办下婚礼 也没有说是大办 那个时候得到妈妈的祝福了吗 没有 但是妈妈还是扭不过我 但是还是比较心疼女儿 但是她还是默许了 我们结婚后还是 对我们还是很好 那按理说这个 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 七年两个人就因为爱情在一起 做了一切 结婚之后就应该顺神当当的了 怎么了呢 因为她妈跟她哥他们住在一起 然后经常容易吵架这些 她妈妈那边 只要是打电话她就会过去去这样的 但是我妈妈带我带大很不容易嘛 我想到她前半生都为我们付出了 我后半生我肯定想到她有求必应嘛 本来中国的传统也就是 把传统也先 所以我感觉这也是理所当然 那你要分情况上 比如说她趁她哥生病这些啊 你说你叫我 我帮忙这是应该的我觉得 比如说她哥小孩就是她侄儿嘛 生了病那半夜三更的生病了 她妈妈打个电话过来 然后我们虽然住在一个城市 但是还是有点距离 就叫我们去 为什么呢 然后我觉得去也应该啊 但是你之前说要把你哥哥嫂子交在一起 我们可以去 她妈妈就是反正我觉得 有点很偏爱她哥哥这些 也很惯她孙子这种嘛 对 侄子生病了哥嫂不管嘛 因为我哥怎么讲的 可能脾气有时候不是很好 在说她认为在她们的感觉中 小孩子有时候生病也很正常 老人家都不一样 她感觉小孩子特别她小嘛 当时候比较小她就半夜都容易发伤 一般发伤都是夜里两三点 那不是应该她的母亲管吗 但她心疼她们两个 认为她们两个上班也辛苦 就想着是找我嘛 我想着找我我就接她嘛 不然的话我妈还是晨夜晨夜睡不着觉 我是心疼我妈 所以这老公心里当然不舒服了 你们自己生的孩子你们自己不管 让个姑姑来管 挺匪夷所思的 还有什么事啊 因为我们之前买房子的时候 我们还差两万块钱 因为她哥那时候有钱 我觉得给她借点钱 因为平时我们帮忙啊 这下随时都是帮她们忙 我觉得可能她哥哥要答应 结果她哥哥不答应 我就有点生气 因为平时我们帮很多忙 我觉得我把你当一家人 你没把我当一家人是不是 更何况就是之前我们还没结婚之前 他哥也给我借了有四五四吧 借钱借了四五四 像我 我都答应了的 就我们买房子这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吧 就两万块钱没借呢 就定金都交了 但是她没借给我们 然后后来跟雅芳的一个表妹打电话 人家二话不说就转过来了 才把这个事解决了 所以丈夫会觉得 我们付出这么多 哪怕亲情上能有一个互动 发现亲情也没互动 但是你并不觉得有错 但是我想到这些事情 又不是我妈的错 又不是我妈所不让借对吧 是哥哥的事情 但是就事论事 这与我妈没关系嘛 我孝顺我妈和哥哥的两边是两回事 这件事是你哥的事情嘛 但是很多时候啊 包括你妈 我觉得她很惯得她哥哥 他哥哥都那么大岁数了 你还惯得她干嘛呢 问题是一点责任是那么有 还有一次就是他们吵架了吧 谁呢 就是他妈妈跟哥哥吵架了 他哥哥脾气有点不好 然后吵架之后 我们都过去接他 把他妈妈和他孙子 就是侄儿嘛也接过来 在我们这里住 但一住就住几个月 到开学的时候 然后升学 刚好是上初中 这些都要跑很多地方 需要一些资料 他说这个你当父母的 肯定要有责任性去管理这个东西 是不是 一个当姑姑的去处理这些事情 但是妈是欣赏他们 她又找到我 我不能不管啊 她又是哭又是闹 你说我怎么办 我不能就不管也不问嘛 但是我就是不能理解啊 你妈妈 其实我也很欣赏她妈妈的 但是你不能老是惯着她 这样不好吧 不是 而且她 一点责任性都没有 这个母亲不是也剥夺了 儿子和儿媳 带自己孩子的权利吗 你就是两种 要不然就是你哥嫂极其没有责任性 要不然就是你妈 就太阅位了 这有点听不下去了 等于你现在在行使 你侄儿母亲的权利吗 是啊 您是不是在心里 其实挺心疼你媳妇的 是啊 她心疼她妈 我也心疼我媳妇啊 是不是啊 问题是她有什么事我也跟着去啊 但是我妈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付出了可以说为我哥 我们两个付出了一辈子 我妈到现在想过付没有 没有 到现在的话 现在又为了我侄儿 你说她 现在她的全部都是我侄儿 我肯定也是为了她对吧 像她前半辈子都给了我们 不是 这不是心疼你吗 这些事情就是说 妈妈做的事是有不对的地方 但是我作为女儿的 我是有很多方面 我是不好直说对吧 妈妈有事情来解决吗 我们就一起解决嘛 你不要纠结嘛 这不是心疼你吗 人家也没有说不做嘛 你不能拿一个孝顺 你压死所有爱你的人啊 你欺负爱你的人 行关于妈妈的问题 我们听到这儿啊 我明白先生心里的苦 咱们再说第二个问题 孩子教育问题 小孩子读小学了 她又很心疼女儿 她就在那个学校隔壁租一套房子 你说浪费那些钱干嘛 这不很真诚吗 那房子怎么了 有房子住 为什么要去单本租房子去住呢 那不是远一点吗 远远了远多少吗 才几十分钟 就算有的地方 很偏远的地方 人家走路还几个小时 两个小时偏远的地方 还不是走很长时间 人家读书 那么艰苦都可以 她这个 一二十分钟都不能走吗 我是觉得小孩 我感觉你自己在灌她 在纵容她 太溺爱她 问题是我们两个都要上班 是不是 早上起了那么早 然后你孩子有那么远 晚上有时候没回来到 孩子可以自己回家 她慢慢大一点嘛 你说近一点的话 一个比较安全 她放学了 她可以自己回去 就这样的 有时候我回来不了 那是纵容她一再 她都有一种那个起床器 你没发现吗 这种坐在学校边上了 天天早上八点十分到校 她天天都七点半才起床 闹钟响了一遍又一遍 你还要去兜她 还要去给她变魔术 还要怎么兜她 开心了才起床 你感觉这种行为好吗 你当我一个父亲呢 你太溺爱了 你感觉好吗 我感觉不好 好 还有什么 还有她学习方面 小孩子有一次 我是晚上和 我都很少和朋友们聚餐了 因为带了小孩过后 就都是比较暗点回家 但是就是有一次 晚上聚餐回去有点晚了 小孩子每次 他们的功课 抓得也比较严 还要签字 他都没有过签字 等着我 那时候我回去还不算晚 还九点 小孩子那时候还没吃饭 还在拖拉 还有其他的作品还没洗 我不是在煮饭吗 我也就是啊 你不是说交给你管吗 交给我管 但是问题是随时 你要变通一下呀 不能说是专门等到我 如果我回来很晚 要十二点钟 你等到我十二点钟 那小孩子不用睡觉吗 我要求到十二点 之前所有东西收拾好 哪怕他不睡觉也收拾好 养成好的习惯 但是那个习惯都没养好 没好的习惯 怎么会学习好呢 她对学习方面 你不严一点 现在不吃一点学习的苦 到时候你吃了 到处都是生活上的苦 生活上的苦比现在还要难 对不对 她就吃了这几年苦而已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妻子 对你女儿的教育 特别严厉 是的 她要做错题的话 你妻子一般什么态度 她就说伤口没认真听讲 反正就是就要丑一受 也并不是 因为给她讲一道 她就不是那么耐心的听 有时候听了过后 你在那里还要讲 哎呀就是这样的 是很难理解 怎么怎么样 你就这样讲 首先你要和我两个 一起站在一条站线上 对吧 一起来教她 给她讲学习方面 你在那里纵容她 哎呀这么难 我就不会 她不会是应该的 肯定好多都不会 哎呀不会 都明天再问老师 她就会那种依赖思想 就会这样想 哎呀我不会 爸爸都说了 哎呀无所谓了 很多同学都不会 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同学 哎没错 哎明天再问老师 你感觉这样好不好 当天的事 当天做不可以吗 那你对她那么凶的话 那我再对她凶一点 那孩子会怎么想啊 行行行行 好 听懂了 学习上很严厉 生活上应该老公挺宠闺女儿 是吧 很重重的小孩子买东西 什么每一学期 一个书包 要什么书包就给她买 首先她坏了没有 烂了没有 破了没有 她又不爱惜 你为什么每个学期给她买 书包文具盒 什么都给她买 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 为什么这样呢 难道我妈妈 问我就是有求逼 你也是这样故意气我 报复我吗 您就是这么想吗 我 我有时就是这样想的 因为她经常给我唱反调 我就是这样想 哦 我觉得就买个文具和书包 怎么了嘛 就一个女儿是不是 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觉得跟她买个书包 也没什么啊 那你不敢就是浪费吗 她买的就是学习用品上的 每一个学期都有 到现在家里面 丢了大大小小多少个包 都会来攀比 你不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给她承诺过 老是把学习当筹码 动不动作说 你只要考试好 没事 我给你买什么什么东西 她考试考了多少分 我承诺我肯定要给她呀 是不是 但是你作为学习的筹码 来给她做条件 你感觉好吗 肯定不好啊 你们上次就有一次 单独给我写了 床头过来 我放了一封信 我女儿写了一封信 妈妈 爸爸讲的 只要我考好成绩 就会满足我一切的要求 怎么会这样给她承诺呢 满足她一切的要求 还自问我 为什么她同班的同学 考了九十分以上 就可以有五百块钱的奖励 你让我去怎么给她承诺 人家别人的家庭 我怎么能承诺 首先我不希望 我们的家庭也是拿 拿条件来去 给她承诺任何东西 听懂了啊 你对谈了七年恋爱 结婚十二年 用十九年 在一起的一对恋人 彼此相爱 但是因为原生家庭的问题 所带来的 自己新兴家庭的新问题 套在了一起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你们听听老师的意见 好不好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丈夫抱怨妻子 太顾娘家 这和妻子的出生 还真有关系 你想她的母亲 在这么年轻 上偶 但没有改嫁 安心如苦地拉扯大了一对儿女 所以作为女儿 她的想法很简单 你养我小 我养你老 她认为 妈妈找我 我有求兵 那就是孝 其实某种程度 也是对老人的溺爱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确实做妻子的 没有去考虑做丈夫的感受 如果事事不去找儿子 只招女儿 而且事事都需要女儿和女婿去呵护 甚至大动干戈 一两次可以 长年累月她肯定受不了 所以丈夫有点抱怨 我认为很正常很正常 那么又回到了你们的女儿了 你们的女儿让我的感受 爸爸也好妈妈也好 都是百分之一百爱自己的女儿的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你们的方式呢 一个过于溺爱 一个过于严厉 过于溺爱 对孩子显然是有害的 但是过于严厉呢 对孩子也同样是有害的 这一个害 有时候还不亚于溺爱 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的矛盾 无论是对老人的 还是对孩子的 我认为就是一个制度 所以我在想解决问题 终极一个制度 好不好 谢谢波红兄 周老师 你想欺负她到什么时候 还要欺负多少年 如果她不离不弃 她凭什么不离不弃 她凭什么把爱给到你 任你糟蹋呢 咱们今天就来就事论事一下 哥哥的孩子 该不该她自己管 该还是不该 那凭什么你要管 你可以尽到姑姑的爱心 但是你是没资格管的 因为她应该由亲生父母来管 所以你到底在做什么 那这个男人呢 她上班辛苦吗 她不上班吗 她半夜起来她不辛苦吗 她爱你 你爱她在哪里呢 你高举尽孝大棒 直接把她打压了 那她的爱在哪里 你给她的尊重在哪里 一个男人陪着你 总共19年了 你给她的爱又在哪里 你给她尊重有吗 同样我想跟男生说 你老婆内心的确 对她妈妈有愧 所以这个时候 在她最需要爱的时候 你适当也需要给她一些 因为她是需要 得到爱的女人 你可以把你给女儿的爱 同时平等地给到她一些 你不是光帮她做事 你帮她做事 她感受不到爱 她需要温软地呵护 给她一点呵护 让她体会一下 真正做女人的幸福 所以一宠爱一宠爱她吧 也许她才是你们家 最需要被宠爱的 那个小女生 谢谢周老师 曲总 女生一定知道 溺爱不对 是吧 对吗 对 好 你现在对母亲 就是在溺爱 你现在没有把母亲 当母亲 你把母亲 当一个女儿了 你对母亲的这种溺爱 就是造成了 她什么事都找你 是不是你的事都会找你 因为她在溺爱着 另外一个男孩 是你的哥哥 对吧 你又何尝不是被这个男人 在溺爱啊 所以你觉得她 这不是那不是 这不对那不对 其实你呢 在这份爱里头 被宠得过分了 你要的太多了 你甚至于说 这是我的母亲 她对我这么的好 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我是应该的 请问你 你有去照顾她的感受吗 她也真正的是需要爱人 反而我觉得 我觉得我跟周老师 观点是相反的 这个家里面 她是需要关注的 更多的关注的 怎么解决你爱的问题 对于孩子来说 两个极端的爱的方式 会让孩子扭曲的 会让孩子 他会在你这里找不到 他去那里找 对不对 你不给买玩具 我就找他 对吧 真正对孩子的爱 是讲究规则 比如说起床气 对吧 起不来 这个点起不来 你也不去逗 你也不去闹 对不对 你就让孩子先起 好 起不来 上学迟到 爱老师说 他自己会填的 原来这个规则 我是要遵守的 如果你一直在说 起点钟必须起床 你起床不了 我就给你买玩具 好的 起床这件事情 按时起床这件事情 就是你们的事 所以说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一定要考验父母的智慧 你们要达成一致啊 态度要去有张有驰的 明白吗 让孩子自己亲身体会到成长 体会到 我应该做什么 规矩要立好了 千万不能弹性的变化 好吗 把妈妈当妈妈 不要当女儿去宠 把老婆呢 当成一个 我们一起去运营这个家的 必不可少的另一半去商量 好不好 就这样 谢谢齐总 善达老师 没有边界和底线的善良 就是最大的恶 我们可以尽孝 但不能余孝 她凭什么要对你妈好啊 凭什么要跟你一起余孝呢 那还不是因为爱你 爱乌及乌吗 否则没有你 她认识你妈和你哥 算个谁啊 这件事很好理解 翻回来 你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婆婆 所以你才为所欲为 但凡你有婆婆 你试试她对婆婆 她家里面有个妹妹 妹妹和妹夫什么都不管 然后她去管她妹妹和妹夫的孩子 妈在有个什么事 半夜三更就找你们 你得爬起来去 你去吗 所以就是换位思考嘛 就是惯的 丈夫惯你 宠着你 什么都陪着你 惯的又没样了 然后你们两个人缺少沟通 缺少到什么程度 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你回来晚了 女儿的这条题不会 你就不能提前打个电话 跟她说一声 我今天晚回来一点 你去看一看女儿的作业 签个字 让她早点睡觉 然后回来还怪 我不说你就不管啊 一个家如果真的分工明确到这个地步 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情感的流通吗 你们两个人有沟通吗 你对你的丈夫从来不认可 对你的女儿从来不认可 他们做什么都不满意 所以我并不觉得你丈夫溺爱你的女儿 我觉得很正常 对一个女儿这样很正常 女孩就是要呵护她长大 这样她以后才不会被那些混小子所骗 你好好想想吧 好 谢谢珊德老师 就是二论事肯定是你错了 你错得一塌糊涂 夫妻关系就是你们俩要好嘛 你们俩还是要相爱的 之所以指出这些问题 其实很简单 就是想让你有个意识 别老是别人什么都给你做了 还在那儿不领情的 你现在不是把她当老公 她现在老工具 所求不是这么所求的 她也有她的问题呢 她心里也很难啊 只是不说呀 你就让她把所有的爱给闺女儿嘛 那怎么办啊 你又不爱她 而且你确实不爱她 因为最爱的是自己 自我承认是她的第一位 那你让人家好好的爱闺女儿去呗 我怎么不爱她 不爱她 我不会说她一无所有 我都嫁给她 不顾家人的所有反对 我就嫁给她 你哪来的那么多的优越感 去这么欺负一个爱你的男人 我只是想让你觉醒 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 家庭生活当中 我们就说家庭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应该是这个人 希望您未来能好好的多爱爱她 彼此珍惜对方 好好相爱吧 该改的要改一改 改不了 你放过她 行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们两个走过来了 我觉得也很不容易 我想对我老婆说 包括之前我们结婚也没得到父母的祝福 我觉得我很亏欠她 这次回去以后 我想弥补我的不足 会和你好好沟通 我也没感觉你亏欠我什么 我也希望我们都彼此珍惜对方嘛 我也希望 以后的多年呢 结婚纪念日 还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过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咨询 记住啊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夫妻再相见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 庆慨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对相爱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行最后给妻子提一个要求啊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是正确的很简单 按你过去的做法做 妈妈叫你就去 但是记住一点啊 不是特别需要先生的时候放他在家里休息 你一个人去完成你该完成的事情好吗 学会疼疼他好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 祝你们幸福 加油 有网友提问说老师我老公负债 然后呢他压力很大 我一个人在家他在外面每天都不理我 我想离婚可是又舍不得孩子 那现在呢我老公他也生病了 我该如何是好 他不理你多半的原因是因为他负债压力大 那现在我想他生病了肯定不会不理你啊 如果你想离婚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理你 那趁他生病的时候肯定是一个缓和关系的时机 但如果你想离婚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不理你 还有其他更多的原因 那你也可以选择一走了之 但从此就再无缓和之地了 你要想好 要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